东莞扫黄现场究竟有多震撼 成百上千的武警战士 真枪实弹叙事待发 甚至还出动14辆装甲车开路 派30架直升机配合抓捕 而目标却只是一家福利堂皇的夜总会 那么这个夜总会究竟干了什么 2009年12月30时凌晨不点 东莞当地的居民再次被刺耳的警笛声吵醒 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 一定是警察又到新东泰进行例行检查了 对此他们已经见怪不怪 甚至不用想就知道结果 最后肯定以新东泰合法经营 警方无功而返结束 毕竟新东泰这颗毒瘤在当地嚣张了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松的就被一锅断了 但这次的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 有人发现警笛声中 似乎还夹杂着直升机的声音 听起来阵仗不小 于是有大胆的居民跑出去查看 眼前的画面让他震惊会议 14辆装甲车打头阵 上千名空汉干警紧随起后 就连武装直升机大队都出动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附近出现了什么恐怖分子呢 然而这么兴师动众的场面 全是因为一家名叫新东泰的夜总会 其实说起来新东泰 应该能勾起不少人心中的回忆 毕竟那里号称亚洲最大肖进空 是所有男人梦想中的天堂 新东泰位于广东省东莞市 由于东莞的地理位置极佳 因此当地的有钱人也比较多 正所谓有钱的地方就有人 人多的地方就容易变得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 东莞渐渐衍生出了某种懂得都懂的行业 甚至还逐渐内卷 当时东莞有两个地方最被人渐渐乐道 一个是一条龙 另一个就是服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 新东泰应运而生 它出现后 一下就越为东莞的龙头行业 任何所谓的一条龙服务 在它面前都被瞬间秒杀 新东泰虽然只有三层楼 但却足足占了一万八千平方米的面积 据说当初建造师赤资了两颗系 就连里面用的地砖 都是没有一丝杂涩的大理石 铺满整栋楼可想而知 要耗费多少钱了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 他们还邀请众多国内外高端的乐队助唱 甚至连一些大牌明星都来这里消费 白天新东泰看似平平无奇 里面也只有一些魔术表演 然而等晚上开灯之后 这里面妥妥一个富丽堂皇的城堡 绝对震撼人心 最重要的是 它的设计理念非常超前 里面的音响设备都是顶尖的 身处其中 什么都不做 就是一场视听盛宴 熟悉新东泰的人应该都知道 这里的好戏 往往在午夜十二点之后才会闪亮登场 如果说白天的新东泰 给人的感觉是舒适 那么午夜十二点之后 这里面绝对让人眼花缭乱 热血沸腾 现场的音乐 瞬间转换为劲爆的低机打叠曲 还有各种各样的身材火辣 又非常怕热的美女进行热舞 很多男人进去之后 不光看出了眼睛 甚至激动的从鼻子里面流出了红色的眼泪 只要票子到位 这里会是让你见识到 什么才是真正的服务 这是东莞扫黄池的真实画面 揭露了完整的管市一条龙服务内容 这里不仅有罗女选秀 还将所有的女性明码标价 这就是东莞最大的人肉交易市场 曾一度风靡整个东南亚地区 成为男人们梦寐一秋的天堂 管市服务最强的新东太 从外观上看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 但是里面的数百个包厢绝对包你满意 每个包厢里面都有不同的主题风格 就算每天换一个都要小半年 才能将里面的房间全部尝试一遍 如果你已经心动了 那可要掂量一下自己的钱包 因为这里的消费水平并不低 据说这里面根本不接待坐出租车来的客人 并且如果不是豪车 根本不被停靠在他们的停车场内 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毕竟新东太被当地人称之为毒瘤 不做点什么 怎么担得起这个名号 说起黄独独新东太是一个都没放过 午夜十二点之后 舞池里的穿着清凉的美女都变成了开胃小菜 真正的大餐往往都隐藏在背后 富商老板们只需要坐在包厢里 为他们服务的敬礼 就会带着一对盈盈盈盈前来嫌妹 不管是长相甜美的小女生 还是气质俱佳的郁姐 甚至连未成年的幼女 在这里都能满足你 只要有钱 你甚至可以像皇帝一样享受罗女选秀的待遇 并且所有的服务都明码标价 只要付了钱随便你怎么玩 主打的就是一个满意的服务 就是让客人体验到帝王般的感受 因此很多富商 甚至一些官员都会来到这里体验生活 如果不免露面 新东太还会贴心的安排特殊通道 保证不会泄露任何影子 总而言之一句话 只要票子到位 你要天上的月亮都能给你摘下来 其实黄独独中的第一项还好说 只要有钱基本上都能享受到 最后两项就没那么容易了 必须要由经常来这里的大老板带着 才能享受后面两项服务 归此他们还是有专门的汉语 如果你对服务员说 来份果牌不要牌 美女服务员不仅会给你端上来一份精美的果牌 还会另外给你上一份特殊的果子 吃了这种果子后 再和美女们来个近距离接触 对于那些隐军的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极乐世界 而那些对果牌没兴趣的 可以在美女的陪伴下 到特殊的包间堵上一把 体验一致千斤的快感 众所周知 对于一般人来说 赌博的输赢全看赌场心情 但很多老板迷失在这样的地方感觉中 就算是输钱也根本受不住手 因此手中的票子就像流水一般 进入了庄稼的口袋中 而这个庄稼自然就是新东台幕后的老板 往前往前 罗女选秀明码标价 这就是东莞最大的人肉交易市场 新东台 为了彻底将这颗毒瘤拔除 中央附近出动成百上千的武警战士 甚至还派出14辆装甲车开路 以及30架直升机配合抓捕 那么新东台为何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实际上新东台的嚣张行为早就引起了公汉部门的关注 但他还没等到他们进入新东台内部 就被门口的宝汉以妨碍做生意为由撵走了 公汉人员压根连人家的大门都进不去 新东台的宝汉之所以敢这么做 完全是忽假忽畏 借了他们老板的威风 新东台的幕后老板叫做白毛鸡 金明浩甚至比太子会还要大 虽然他叫白毛鸡 但他并不姓白 头发也是正常的颜色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完全是因为他以前是给别人当小弟的 说起白毛鸡的人生经历 简直就是翻版的高气墙 白毛鸡的家并没有钱 甚至可以说很贫穷 因此在他年轻的时候 就跟着各种大哥后面混社会 一次纪约巧合之下 他结识了一位有钱有势的香港大佬 并认大佬为干爹 大佬送了他一栋三层高的小楼 白毛鸡凭借这个小楼干起了走私生意 赚到钱后 在大佬的指点下 他又开始了赌场 刚开夜市没有生意 为此大佬没少给他介绍人满 这回后来的新东泰奠定了基础 由于赌场的生意比较好 白毛鸡很快做大做强 场地也不断过剑 最终才形成了新东泰的富丽堂皇 由于新东泰明面上做的是正经生意 因此很多老板并不知道 白毛鸡递下土皇帝的身份 觉得他就是一个不上台面的KTV老板 干的都是服务别人的事情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看不起他 但是碍于白毛鸡干爹的身份 很多人并没有将这份看不起 放在明面上 直到2005年 大家才真正见识到了他的手段 当时一个有钱的大老板 在新东泰输了不少钱 害怕回家之后被老婆发现 于是就在新东泰大吵大闹 甚至还指着白毛鸡的鼻子破口大骂 白毛鸡并没有说话 而是反手一个大大的耳瓜子 直接把那个大老板扇在地上 随后大老板就被白毛鸡的手下带走 此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个大老板了 大家这才明白 白毛鸡根本不是什么无入流的小角色 而是不能招着的暗夜羞辱 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找新东泰的麻烦了 就算是政府人员 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直到2009年 据说中央得知了消息 因此才会派出这么多武警战士 以及装甲车出动 为的就是将新东泰一举捣毁 相传当天晚上 从新东泰走出的火辣美女 多到几辆大巴车都撞不下 自此东莞最大的男人天堂落下帷幕 而东莞口碑也因为新东泰的落幕 逐渐恢复正常 并且一点一点的走向更好的未来 我们再度重点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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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